以下进行相位领前与相位落后控制实验 相位领前与相位落后控制 可以将输入讯号做相位领前与相位落后的运算 并且最后合成输出讯号控制受控程序 因为相位领前与相位落后控制 可以清楚地表示讯号在频率域的处理方式 因此是控制系统频率域设计常用的控制架构 在这里我们以串联的方式连接相位领前与相位落后控制器 以及永迟式直流马达实验台 就如同荧幕上所显示的 在我们的控制实验里 我们会改变相位领前与落后的角度以及频率 让我们可以观察相位领前与落后控制器 对马达位置运动的影响 相位领前控制器的转移函数GCS 等于1加TS分之1加ATS A与T都是控制参数 并且在这里A大于1 相位领前控制可借由控制参数A与T的调整 改善控制系统的增益边线与相位边线 可以提升控制系统的相对稳定性 适当地调整控制参数 还可以提升控制系统的频宽 加快控制系统的时间响应 但是也因为顺向路径转移函数 会同时增加简单的零点与极点 并且零点在极点的右边 控制系统可能会有较大的阻尼 系统的反应可能因此而变慢 相位落后控制器的转移函数 与相位领前控制器的转移函数相同 G7S等于1加TS分之1加ATS A与T都是控制参数 但是在这里A小于1 同样的相位落后控制 可借由控制参数A与T的调整 改变控制系统的频率特性 但也往往会降低系统的增益边线 与相位边线 使得控制系统的相对稳定性降低 此外还有可能降低系统的频宽 延长控制系统的上升时间 以及安定时间 使系统的反应变慢 不适当的控制参数调整 甚至会使得系统有较大的共振峰值 不接响应会因此有较高的最大超越量 由于相位领前控制器与相位落后控制器 各有独特的频率预特性 因此控制系统设计 往往会将两种控制器组合使用 就如荧幕上所显示的 转移函数GGS 等于相位领前控制器GCE 乘上相位落后控制器GCE2 很明显的 虽然控制器可以借由相位领前 与相位落后的相位最大值 以及发声频率反复调整 使得控制系统的最后输出 是我们所要的 但是反复调整的过程 势必非常的冗长与繁琐 因此在我们的实验里 我们会固定一组控制器 然后改变另外一组控制器的参数 并且观察系统输出的变化 就如同前面所说明的 相位领前控制器与相位落后控制器 参数A与T的调整 可以设定相位领前与相位落后的 相位最大值5M 以及发声频率Om 再借由荧幕上所显示的公式计算得到 在这里 我们可以先由设定的相位最大值5M 以公式A等于1-sin5M分之1加sin5M 计算得到A值 然后由获得的A值 与设定的相位最大值发声频率Om 由公式Om 等于根号A乘T分之1 就可以得到T值 荧幕显示的是我们的相位领前与相位落后控制系统方块图 在这里 我们同样准备三种不同的输入讯号 方波讯号 三角波讯号 以及悬波讯号 测试马达系统在不同输入时的微致反应 在相位领前的控制参数调整 可以改变相位领前最大值5L1 以及发声频率Om 在相位落后的控制参数调整 可以改变相位落后最大值5L1 以及发声频率Om 所有的控制实验结果都可以在实验上及时呈现 因此可以随时知道 控制参数改变对马达位置输出的影响 在这个实验我们使用的是相位领前与相位落后控制器 它的控制架构就如同荧幕所显示的 必须先计算相位领前控制器参数 ALE与TLE 再计算相位落后控制器参数 ALE与TLE 然后实现相位领前与相位落后控制架构 在这里设定增益参数0.1 是为了改变回路增益 使得马达控制系统具有比较好的位置响应 首先进行相位领前控制实验 在这个实验里我们固定相位领前角度30 并且先设定频率0.1 作为实验的比较基准 实验结果有最大超越量 并且明显震荡 设定频率50的时候 不接响应没有超越量 但是仍然维持部分震荡 系统反应变慢 稳定性增加 频宽降低 设定频率100的时候 不接响应仍然没有超越量 但是震荡已经减少 系统反应还是慢 事实上 对马达系统而言 频率100 已经属于偏高频率 相位领前控制对马达响应的影响有限 接下来进行相位落后控制实验 在这个实验里 我们固定相位落后角度-30 并且先设定频率0.1 作为实验的比较基准 实验结果发现 不接响应没有超越量 并且反应时间较长 表示系统有较大的阻尼 频宽较窄 设定频率50的时候 不接响应开始有超越量 系统反应开始变快 但是安定时间仍然较长 设定频率100的时候 不接响应没有超越量 系统的反应时间维持 但是安定时间已经改善 这也表示频率100的相位落后控制 对马达响应的影响有限 最后进行相位领前落后控制实验 当相位落后频率为0.1的时候 系统反应较慢 由于落后频率0.1 远低于领前频率50 因此相位较不相互影响 但是系统的高频率幅度会降低 当相位落后频率为50的时候 因为相位领前频率50 相位领前角度30 可以发现 相位领前与相位落后的效应 会彼此相互抵交 因此马达系统呈现比例控制时的结果 当相位落后频率为100的时候 不接响应的震荡现象开始出现 输出反应稍稍变快 在实验的过程中 因为领前与落后相位皆固定在30度 因此不会过度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使得系统可以在稳定的状态下进行 由前面的实验结果可以发现 适当的调整相位领前控制器 可以改善控制系统的相对稳定性 也可以改善系统的频宽 加快系统的输出响应 但是不当调整的相位落后控制器 却会降低系统的频宽 使得系统反应变慢 由于相位领前相位落后控制器 是将相位领前控制与相位落后控制 串接在一起 因此他们的相位领前与相位落后效应 会彼此相互影响 甚至会相互抵消 例如设定相同的相位领前与相位落后最大值 以及发生频率 我们会发现相位领前相位落后控制器 不会影响马达的位置输出 以上说明相位领前与相位落后控制实验 提供各位同学们参考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